这是四川女子监狱的真实影像 28岁女犯人与丈夫共同贩毒 一年之内经受毒品无数 被抓后痛哭流涕会不当初 那么她究竟是谁 她们的最终结局又是什么 视频中这个痛哭流涕的女人名叫钟焕福 此时她正在缓慢地从监狱中走出来 她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 走出监狱房间后 她似乎不太适应镜头 显得非常胡缩 如果不是预警盯着 很难保证她会不会临阵脱逃 如果忽略她脚上的偷鞋和脚链的话 她的穿着在当时应该也算是非常时尚了 监狱的生活并不能与外界相比 因此钟焕福的精神状态稍险憔悴 据她自己介绍 她才28岁 并且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当她提起孩子时 忍不住地掩灭痛哭 她明白自己已经被判处死刑 马上命不求疑 但家里的两个孩子 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然而当记者询问她 知不知道毒品交易是犯罪行为时 钟焕福却开始沉默 她不住地抹眼泪 却不敢回答记者的提问 其实她非常明白 自己的行为是犯法的 但还是被金钱物质迷惑了双眼 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直到最后 她就明明回答记者的提问 而是缓缓地转身 再次进入于正常社会隔绝的高墙之中 而在这一边的男子监狱里 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 满脸胡子的男人 正迈着潇洒的步子往前走 她就是钟焕福的丈夫 黄宗福 与钟焕福不同的是 黄宗福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她显得非常淡定 要不是手脚带着镣铐 看起来有些狼狈之快 很难看出来 她是一个即将被送上刑场的死刑犯 她的精神状态比钟焕福好很多 但仔细观察 还是能从戏之末节中 发现她的麻木 他们夫妻两人很快被送上了共审大会 不出意外 两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此时黄宗福依旧一脸麻木 枪装弹病 而一旁的钟焕福则痛苦流涕 不知道他是在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是为自己命不久矣而感到害怕 最终他们在法警的押送下 来到一个偏近的地方 这里就是他们的行刑现场 法警确认完他们的身份后 随即将他们身上的牌子摘掉 并令他们跪倒在地 一声枪响之后 夫妻俩相互作伴 双双奔赴黄圈 那么两人究竟做了什么 为何会落得如此结局 这是四川与死刑犯 临行前的最后影响 她与丈夫双双被判处死刑 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孤苦伶仃 那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黄宗夫与周万福都是四川人 两人家境一般 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 结婚后生活机制非常铁据 有了孩子后 两人更是觉得生活困难 他们一心想要挣大钱 但是文化以及能力有限 不仅不会做生意 就连打工都没有公司要他们 因此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为了赚钱 甚至走上了外路 当时黄宗夫发现 同村有个人发了大财 于是就去请教 对方发财的秘诀 好久好赛地招待了一番后 对方神秘兮兮地拿出了一袋 白色粉末 并告诉他 这就是发财秘诀 起初黄宗夫还不明白 面粉怎么能挣这么多钱 对方为此还嘲笑他 认为他不识货 得知贩卖毒品非常正前后 黄宗雷有些心动 但这种行为毕竟违法 那么好 小面团就要搭进去了 因此他并不敢尝试 但对方却一直鼓动他 甚至还热情地表示 下次去进货 可以带着他一起 黄宗夫回到家后 看着自己破旧的房屋 以及别人家的大房子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苦日子了 于是毫不犹豫地 嫁入了其中 刚开始他并不敢 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就连妻子仲患夫也不知道 去云南进货那天 黄宗夫只告诉妻子 要出远门几天 其他便未多说 第一次的进货之旅 虽然有些小意外 但好在有进货前 还算顺利 又跑了几趟之后 黄宗夫逐渐放松了警惕心 他还发现 大家对女人的警惕心比较低 因此他产生了 将妻子拉下去的想法 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仲患夫 原本以为会遭到妻子的反对 没想到仲患夫 并没有过多的犹豫 听说能挣不少钱后 就愉快地加入了贩毒行列 夫妻两人从1998年初 开始不断地往返运 西昌和云南之间 人家不断地将毒品运输回来 然后转手卖给别人 渐渐地他们的生活 开始富裕起来 村里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虽然觉得奇怪 但还以为他们小气 不愿意将正家门道 与大家分享 因此也并没有过多的询问 夫妻俩越来越熟练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警方已经盯上了他们 1998年11月份 警方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于是便开始了受网行动 当黄宗夫与妻子 从云南带火回来时 立即被警方抓获 当初两人还死不承认 但是警方也并不是好骗的 很快就从仲患夫身上 搜出了500多克毒品 在黄宗夫身上 搜出了200多克毒品 夫妻两人加一起 700多克 此时他们还有些不以为然 以为自己最多关几年就能回家了 殊不知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视频中 这两人动容的一幕 发生在四川省 女刑犯仲患夫与丈夫因为贩毒 双双被判处死刑 独留两个年龄的孩子 顾骨灵地 视频曝光后 瞬间引起热议 甚至有人指引 他们罪不至死 由于证据充足 两人很快就被法院判处死刑 得知判决结果是 两人顿时觉得天都塌了 为此 他们还专门提出了上诉 但由于证据确凿 法权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 此时他们悔恨莫及 想起来家中两个年龄的孩子 他们忍不住的背痛 但此时才开始悔恨 显然已经晚了 最终他们还是被押缝刑场 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对于这夫妻的两人判处结果 在当时并没有人觉得不对 甚至还觉得他们罪大恶极 应该判处死刑 然而在几十年后的现在 这场汉件的判决结果 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些人觉得他们该死 贩毒是坚决不能容忍和原谅的事情 毒品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家庭 如果他们不死 那么那些缉毒警察的英勇现身 不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吗 而那些人则认为 他们夫妻俩罪不至此 或者说将最大恶极的那个 判处死刑就行了 完全没有必要 两个都不放过 毕竟他们家里 还有两个年龄的孩子 如果他们两人都死了 孩子怎么办 所以应该留一个人照顾孩子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网友们甚至还例举了种种案例 表明比他们更最大恶极的人 都没有被判处死刑 他们这点毒品算不上什么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两点 首先 他们并不是总共运输了700多克毒品 而是被抓时 在身上搜到了700多克 谁知道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一共运输了多少 其次法不忠情 法律应该有温度 但这种温度 并不能成为某些不法分子 逃脱制裁的借口 他们夫妻俩明知道 毒品交易犯法 却为了金钱物质执法犯法 这种行为应该才是最不值得原谅的 而且他们有孩子 别人也有孩子 他们要生存 别人也要生存 如果所有的罪犯 都尚有80岁老母 下有嗷嚷逮捕的孩子当借口 那么法律还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呢 他们两人的结局 虽然两人惋惜 但两个年轻的孩子也确实无故 但在可怜孩子的同时 是不是要优先考虑两人的罪行 毕竟如果他们没犯罪 压根就不用担心孩子的未来 只能说造成这样的结局 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吧 况且两个知法犯法的罪犯 真的能将下一代交好吗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好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